这是一段首次公开的珍贵影像 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彩色胶片对北京进行的航拍 高大的城墙哪怕在空中俯瞰也一眼望不到边际 城墙里密密麻麻的老平房 四合院和醒目的紫禁城 几乎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建筑 作为国代封建王朝的皇城 平头百姓一辈子无法进入的紫禁城 此时仿佛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城市公园 故宫之内虽然杂草丛生 宫墙年久失修 获救不堪 但普通人却可以入宫游览 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池更是成为了北京民众休闲锤调的好去处 在城市主干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牌楼 这是当时对于东四路口南大市街的牌楼 牌楼下的轨道说明有轨电车可以从这里通行 虽然这两座九幅盛名的牌楼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和交通原因被拆掉 但苏联摄影师却为我们保存下了这段无比珍贵的历史瞬间 与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相比 北京的街道并不宽阔 除了泥土路换成了水泥路和石板路 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明清时期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人们习惯与街边的小商小贩讨价还价 那些传统艺人仍旧像几百年前那样 用自己的才艺维持生计 浩圈这样的庙会传统保留项目 更是让我们有了穿越时空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加入YouTube左右视频会员频道 您可以在电脑端点击下方加入键 或点击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那里有更多左右视频原创的纪录片等着你